首先要向殉職的兩位員警及其家屬 致上哀悼之意 近期從高雄行刑室的槍決 南投的槍決案 還有台南警察議席案 這些重大的暴力犯罪 血溜街頭頻頻傳出 希望民進黨政府應該 再盡速拿出整次治安的一個具體作為 不要內政部長還在鬥警政署長 我想台南市在圓額數的配置嚴重的不足 而且台南市的刑事犯罪率 以及犯罪人口數 在六都都是名列前茅 台南市光是圓警的額度不足將近一千名 等於台南市的警察 他們是在超勤過勞的狀況之下 在維護治安 也就是說台南市的警察 他們是用生命在保護台南市民的安全 我想借這個機會呼籲黃市長 應該要編逐預算 利用這個時候 編逐預算 把缺額的這一千名援警 盡速的補齊 我想 台南市議會一定會支持你這麼做 而且每次我們都在議會 強烈的呼籲 盡速把警力 源而補足 應該要對症下藥的時候 了 中文字幕——YK